Hello,歡迎收看鮭魚局的珠寶3D建模教學頻道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雙星戒指 這次會示範怎麼運用曲線修改器的輔助 快速的將星星轉換成這種延伸的線條 然後簡單的完成這種反向對稱的物件 先新增界圍的曲線 這次的半徑用8 接著再新增10個頂點的網格園來做星星 間隔選取頂點做出星芒 接著全選F鍵面 再按Ctrl F轉換成結列面 再來全選轉一下角度 要讓這個星芒對到X軸 所以轉個-90度 細分增加面數 繼續添加曲線修改器 對像是這條界尾曲線 對像是這條界尾曲線 進入編輯模式抓一下位置 那現在這樣編輯的結果看起來有點不直覺 所以我們再幫他加個鏡像 讓他的變形看起來更直覺一點 繼續調整星星的位置 繼續調整星星的位置 抓一下大小 大小決定好以後 接著要把一整圈界圈做出來 做法是從這道星芒延伸出去 先按Ctrl Shift B把頂點倒角 再把這個頂點消融掉 細分出終點 用這一連結 讓星星變成這個樣子 那在延伸之前 記得回頭開啟鏡像的剪輯 然後按Ex往中心擠出 讓它自然合併 這樣一整圈的戒指就出來了 接著是調整出需要的造型 中間放大一點 然後做一次loop cut 讓分段靠近中間 這個是用來維持對稱組合的緩衝區 再來可以繼續增加分段 和依需要調整出想要的線條 輕輕的部分也稍微轉一下 这时候可以打开歪轴的镜像 看一下对称的状态 OK雏形先抓到这边 在镜像就用不到了 先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用Geocraft的镜像功能来看一下反向对称的状态 像现在就还要微调 接着我们往上挤出厚度 再用切片做一点倾斜 然后这边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面是多余的 要把它们删掉 镜像修改器也删掉 接着我们把星星中间的点点往上移 让星星尖起来 然后我们选取星星的部分 调整边线皱褶让星星变得锐利 那这时候连接的部分会变得很不滑顺 这部分的话这样处理 先切出新的分段 然后再把连接处的分段消融掉 之后再用新的分段修饰一下曲度 之后再把这条边线的锐利度也强化一些 这样就很滑顺的衔接上去了 局部再加宽一些 新芒的高低差也再调整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把反向对称的半边做出来 全选然后把枢纽点改成3D游标 复制一次按SX-1载X轴反向 再按一次S然后Y-1 这样就把反向对称的部分做出来了 接下来一样全选按M合并重叠的顶点 要记得确认顶点有确实合并 还有Shift-N重算一次法线方向 那现在的底部不够滑顺 这个的调整方法就是先把原本的分段消融掉 然后再重新切出中线的分段就可以了 接着是材质的部分 金属的话这次用白K金 那这次的HDRS这张 背板这次有做调整 记得对一下副档 然后比对相成的力量这次是2 接着来看算会的结果 OK 算会的结果还不错 大家也一起跟着影片 把这种反向对称借角的元素加进作品中吧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elinda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elinda Cloud 既支持Belinda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